近日部分的名嘴严厉批评台北市长柯文哲跟富邦蔡明中 合硕董作童子贤的会面是在密室乔松烟 昨天童子贤发表声明澄清 否认代表成品商场 更表示跟柯P没有交情 会面是光明磊落 我是要求他们里面两个一定要坐下来 苏洋文创园区正义尚未解套 不止柯P一人头痛 有名嘴指称5月8号台北市长柯文哲 会面富邦蔡明中成品股东童子贤 会谈一个小时被批评是密室协商 巧松烟 对此童子贤昨晚曾经回应否认徒利说法 童子贤的持股只有829股 可以说我是成品书店的大股东 但是不可以说我是成品商场的大股东 切割商场跟旅馆的建议 不是来自柯文哲市长 也不是来自童子贤 而是来自蔡明中董事长的提议 童子贤强调将商场旅馆建筑 出售给成品的主义 来自富邦董做蔡明中 自己与两人并无私人交情 而对外界传言的密室协商的说法 童子贤重话还击 表示柯皮只有烤肉架 哪来的密室 他反问台湾的政府和厂商协商 有谁比这次更光明磊落 在5月8号当天会面完不到一小时 柯市长离开会议现场 马上向媒体说明 协商的结果事前公开事后公开 因此我认为没有所谓 用密室协商这种可笑的字眼 来形容的情形 而在声明当中 对于松烟文创园区开旅馆 造成社会批评声浪 童子贤认为文创园区不能扶持 需要的年轻文创人 真正的祸首是前任好师政府规划不当 前任市长要负责任 童子前重化回击舆论争议 否认密室说法 下期视频综合报道